诶 这怎么玩了一张 啊 我的天 看到她跟我说话了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一直以来我有个问题 想问问酒鬼们 就是你们对明星出的葡萄酒 有什么看法 真香的扣一 觉得交智商税的扣二 我觉得我的想法 跟大部分酒鬼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明星出的葡萄酒 大部分都是坑 真正的好酒比较少 所以我决定出一系列节目 来测评那些明星的葡萄酒 总不能没有测评 就给别人往下定论 这不公平 想看明星葡萄酒测评了 再上方扣一 那前几天逛超市的时候 有一款葡萄酒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就是嘻哈教父snoop dog 跟达大利亚葡萄酒公司 Nighting Prime合作出的一款葡萄酒 这个酒庄出的葡萄酒 所有的酒标都用了AR技术 就是你下载他们一个APP 对准酒标 这个酒标呢 就会跟你讲故事 会跟你说话 还蛮有意思 而且今天这期视频 是我做视频以来预算最低的一期 这一瓶打完折之后 只要9块9猫9 我一直以为明星的葡萄酒 是那种死贵一点都不清明 那可能有酒鬼对snoop dog不是很了解 wait 现在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有没有nerr味 把有nerr味了打在宫廷上 网友亲切称呼stool dog为狗爷 虽然呢 我平时比较少听嘻哈 但是因为今天这期的节目 我也做足了功课 看了很多关于狗爷的采访 我觉得呢 他这个人虽然饱受争议 但是他是一个很自信 很敢说的人 完全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到现在 都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话车远了 我们来转回正题测评葡萄酒 从外观上看呢 有stool dog的头像在这里 上面写的是Kelly Red 加州葡萄酒 因为这是stool dog出生的地方 年份呢是2019年 2019年是过木桶了吗 酒精度14.1度 非常典型的加州葡萄酒度数 开酒测评 哇塞 这个木塞上面还有他的头像 那我们刚刚看这些都只是外观 葡萄酒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包装 而是他的味道 来测评一下他的味道 那这款酒用的是鲜粉蛋红葡萄 跟小希拉红葡萄混酿而成 光听这两种葡萄混合在一起 我不用尝就知道这是一款比较偏甜 果香爆炸的葡萄酒 我很久没有出关于葡萄品种的科普了 大家想看了在下方留言 毕竟我还本质是一个葡萄酒博主 就感觉最近越烤越偏 我们来闻一下下的味道 一股蓝莓草莓巧克力 还有一点点薰衣草的味道 闻起来是很好闻的 但是不知道口味怎么样 有点甜 怎么说呢 这一款口味是真的甜 我现在我的嘴里都是一股甜味 闻起来呢果香很多 但是喝起来果香散得很快 酒精度在我的舌边还有点烧 但它是比较顺口的 就是喝下去 除了没有什么味道之外 但是是顺的 丹宁没有给你太多的刺激 几乎没有什么木桶的味道 我刚刚也觉得2019年就没有什么时间在木桶里面 比较适合喜欢喝甜一点酒的人 这里呢我要总结一下 说实话这款卖9块9毛9 已经比同价位的其他葡萄酒好喝很多 可以说是无功无果 作为入门酒去喝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你是资深的酒鬼玩家 追求的是葡萄酒里面的复杂度跟高质量 那么这款我就真的不建议你去入 来看完今天的狗爷葡萄酒测评 觉得值得扣1不值得扣2 如果想看更多这样的明星葡萄酒测评 别忘了给我点赞 我已经准备了好多明星葡萄酒来做测评 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三连一个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